这房子是多少瓶的呀 他说是180吗 还是上下吗 我的条件呢 好像不敢你们条件 工资也低 就我这点工资 就给孩子还房贷 那都无所谓 我这找得像啥的 就是两人要是真成活吧 就是一条心啊 就像从小夫妻那样 二人一条心 就像小夫妻 相亲现场 面对条件一般的大妈 敞亮大爷却给出贴心承诺 那大妈到底是用什么 打动了大爷的心 老铁请不要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张喜明77岁 丧傲 退休金3100元 住房面积180平米 一进屋 张大爷就和红娘 说起自己房子的情况 我有个七十三退休的 我是大伙给的房子 那不儿子买这个房子吗 我来说爸妈你来吧 你说好照顾 几年前 儿子贷款买了 这个月层的大房子 他把父母接来之后 紧接着又有了下一步的安排 去年还房贷呀 他说买了快前进五年了吗 我来把我的房子卖了 咋整 这个儿子就在住啊 我不是在找他 你告诉他 反正我这房子住的啥时候 他不在娘我 因为我这六十五万 那是里头的 就这样张大爷的老房子 被儿子卖掉还了房贷 无处可去的张大爷 只能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本以为和他儿子一家三口三室同堂 能够享受一下天文之乐 可张大爷却表示 他们连在一起的机会都少之又少 这房子是多少瓶的呀 他说是一百八吗 还是上下吗 这还有个楼上啊 那么儿子不在楼上吗 原来张大爷的儿子一家在楼上住 虽然楼上楼下只有几步台阶的距离 但张大爷却很少上楼 住一块你都从来不上楼 不上 这几年我从来上的不上五次 你们住楼上楼下孩子啥的 也从来不邀请你上去看看啥的 不是啊 我也不让 张大爷本身也是一个不讨厌的人 为了不影响儿子一家的休息 张大爷平时甚至连电视都很少看 特别礼拜天都睡了半天觉 把人上楼也不起来 你一个娃娃整个电视 人家不说啥 那是烦人 我都讲烦人 不光是不上楼 这些年他们连在一起吃饭的次数都很少很少 将近五年 我们就在这做吃饭嘛 爷们都不超过二十吨 我倒是玩意就资格捅不口吃 要不再想找老爸呢 而之所以会这样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老十六年钟走了 一般年轻人不吃饭 单位有吃糖 中午在单位吃 晚回来谁都已经咋回 八点钟回是最早的 如今儿女们正是奋斗的年龄 所以每天陪父亲的时间很少 已属于正常 张大爷的老伴早在十几年前就患上了脑出血 而张大爷整整伺候了他十二年 如今老伴走了 张大爷经常对着老伴的照片落泪 对老伴啊 对我老伴啊 这是九八年 我那找的 这都陪我一年多好 没有毛病 虽然张大爷对去世的老伴很是思念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大爷不得不有了新的打算 一年比较孙大了 今天七十七了 再过二年就八十了 他们都有工作 都挺忙的 我先找了老伴 养着他给我做点饭 吃点饭呢 除了溜的活活能做好 那如今的张大爷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我想找一个 七十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 身体好 这儿我在一米六十多 别太奶了 最好有爽毛 了解了张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静伟 七十七岁 丧傲 退休金一千五百元 与女儿同住 陈大妈曾经参加过我们的节目 当年为了给老伴看病 陈大妈卖了自己的房子 如今她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 每月一千五百元的退休金 也全部拿出来帮女儿还了房贷 这样的生活条件 难免会有些节俭 十几件衣服和几双自己做的鞋 便是她的全部家当 为了能进一步减轻女儿们的负担 陈大妈决定要向前再走一步 再找一个老二 在红娘的安排下 二人很快就见了面 刚一见面 二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接下来 二人开门见山地提到将来各自的保障问题 听了张大爷的话 红娘竟当场提出一个考验张大爷的问题 听到张大爷如此感人的承诺 让陈大妈很感动 面对心意的张大爷 他打算把自己的实际情况说出来 看看张大爷会做何反应 听了陈大妈的这个情况 张大爷竟给出这样的回应 听了张大爷这段暖心的话 陈大妈的心里非常热乎 但对于金钱 他也有自己的态度 我这老太就说 你愿意买啥 你买以后啥我做啥 我也不愿意给谁进过钱 对于陈大妈朴实的性格 张大爷也是从心眼里满意 但接着陈大妈 却对张大爷提出了一个要求 你要看我衣服哪件衣服不好的 你瞅我这眼 你就给我添件衣服 我也不要就好的 就完事 听了陈大妈如此质朴的要求 张大爷给出更软心的承诺 你不是让人带苦了 我说这要是要承诺 因为鞋子想穿对 两人留在到商店 前面把我都给你买 鞋子你给我买吧 眼见两人越唠越合拍 一边的红娘也更努力的撮合 人家就是诚心实意的想找个伴 对 也不吐这也不吐那的 对 我都说到家的话了 而这边的张大爷再次给出承诺 但是我不能苦了 我对我老伴 故亲老伴啥又对你啥 你也成了你不业佛老伴 是不是 眼看二人的相亲渐入家境 但接下来张大爷提出的一个问题 却让陈大妈犯起了难 陈大妈的意思是 他和张大爷的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将来会出现矛盾 对于这一点 张大爷直接给陈大妈吃了定心碗 一听说将来和儿女们不在一起吃饭 陈大妈的顾虑 这回被彻底打消了 他更是做出了这样的表示 别看我说这到哪儿啊 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我得拿他们当自己孩子一样 因为我跟你俩在一起生活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还是你孩子 听了陈大妈的这番话 张大爷的脸上 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老铁 就给我一个长按三秒的点赞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